那今天呢又来给大家叨叨杜鹃花了 因为过年的时候呢 很多花肉喜欢买一些花放到家里啊 杜鹃是销量比较大的一款 很多花肉遇到问题也很多 就是说 很多花肉说 这个最难养的花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杜鹃就是三叉花了 那有的话说 老婆一我想挑战一下 你教我一个正确方法 来吧 我今天教大家正确方法 就是第一个是 大家也是经常遇到的 就这个花苞 你看就这个 它干 你别说你的干 就包括我的也干 你看到没 这也干 但是呢没有完全干透 这种还是有可能会打开的 看到了吗 如果你看到这种干 这就说明咱们家的空气湿度不够 理论上来说 都像这种绿营营的 对吧 这个空气湿度不够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干了 你像这个杜鹃花 你看到没 它在开花的时候 它的生产面积很大 其实它是很吸水的 但是很多的花友咋回事呢 你看我先跟你们说 这个根它很细 它吸水能力很有限 它特别害怕那种瓷盆 泥土积水污根 然后上面再一脱水 它整个的就会陷入一个极其缺水的状态 很多的话 这个时候就拼命的浇水 它就拼命的烂根 它就拼命的擀屁 这是死循环 你干嘛呢 用松软透气的土壤 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花盆 第二个事就是 我跟大家说过无数次了 你收到水以后 你看下面这种 你就给它掰掉 它可以减少很多的水分和养分的流失 你要不然它会出现一个什么事 叫净水楼台先得月 这个你给它去掉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就上面了 你们尽量的别去喷水 就像你一个南方的小姑娘来到我们北方了 她手裂 脸上脸皮干燥裂 你给它喷水有用吗 喷水没用的 懂了吗 空气湿度 怎么办 你搭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棚子 就做蚊帐你知道吗 做蚊帐的那种蚊帐架 你给它弄点塑料纸 你给它围上 弄上加湿器 它不怕晒 你只要空气湿度够的时候 你尽量它不怕晒 你盆土保持排水凸气 它就能把它养好了 明白了吗 这是空气湿度的事 这是很关键 也很重要的一个点 懂了吗 臭包 再有一个就是 你们收到水之后 你看这种叶片 我跟你们说一下 看到吗 就这种叶片 你看起来不是很健康的 只要是有 就说明什么了 它就一定是有病害 只不过还没有爆发 你提前预防 用小黄二号 该喷的时候喷 喷雾 给它喷一下 叶子正反变 都给它喷一喷 用点杀菌药 这个绝对没有错 懂了吗 然后呢 你如果空气速度达到 如果说花盆排水透气 如果你做了棚 你给它晒着太阳 其他的就是开完花 开完花之后呢 大家把花苞这些给掐掉 就是开完的 剩下的那些掐掉 掐掉之后 再给你们说一个是 你看这个叶子 新长出来的这种 黄黄的绿绿的 这个就是缺营养的表现 它在开花的时候 也需要肥料 最好的肥料就是繁肥水 老华一也是卖繁肥水 起家的 卖了七八年了 明白了吗 就是专门的针对 枝子 杜绢 山茶 茉莉 米莲 这些洗酸性花卉 老华一也是 遇到的这种问题是最多的 也是嗅到了一丝商机 也是卖这些东西 挣的钱 起的家 你懂了吗 所以说呢 你懂这个事就行 繁肥水很有效的 能给它提供营养 能够弱化 这些个碱性过高 出现的这些问题 干货够多吧 值得点个关注吧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华一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很多 有意思的 还有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华一 养花最转意 白了 抽包